王公有两个叔伯是在解放后移居到香港的 一个是父亲的大表弟徐伯焦 他是把在上海做股票的生意直接丢了 跑到香港专门去做内地股丸的鉴赏 同时还帮助当时大陆的政府 收购了好多好多的古丸 应该算是国宝大抢救的功臣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五牛图 因为他父亲徐森玉是个艺术史的专家 当时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 再一个就是王公母的弟弟 他爸的弟弟王虎文 那个是在一家静臭公司工作 公司呢一直在台湾啊香港啊都有分公司 名义上总公司是在上海了啊 所以呢就一直啊 其实你在1954年以前 这三地大陆台湾香港 其实这个公司啊是一直有业务的 新中国啊在地区事务上啊 这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国越了 而且呢朝鲜战争那时候也打了两年了 谈判呢也一直在进行着 那新中国因为打那边打着仗呢 就不得不减轻了对台湾和香港的压力 这就给了数十万的中国人有机会在政治上心理上开始调整 同时啊那时候香港啊马来亚新加坡啊都差不多 全都是因为朝鲜战争给带来了经济的大幅增长 因为两边都需要物资啊都得上这边来买啊 47年的时候啊内战正憨的时候 其实王耕武是看到了一片的那种狼狈啊 那种彷徨啊所有的人的那个表情啊都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可是现在啊他这次到香港反而看到了那些跑到香港来人的那些人的面孔啊 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有生意可做有钱可赚呢 呃这块而且桑不管地带 也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印象啊让王耕武更加的呃关注 怎么能够把过去的历史跟当前现在的局势能够联系到一起 也就是再次深刻的意识到了 其实你的现状是来源于你的历史 回到新加坡以后啊 王耕武继续设法去找那些呃可能认识的孙中山的人 包括的那些人的后代 其实当时啊他特别想因为孙中山在1900年到1911年啊 呃他在新加坡去过七次 所以在新加坡有好几个就是那时候大力帮助他的人 尤其他希望找到那个陈楚南啊还有张永福 因为这两个人啊对孙中山的这个支持是太多了 都是血系方刚的啊才二来岁的时候 可是啊他呃回到新加坡以后啊发现啊没人愿意聊这个张永福 他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家伙支持过汪精卫 所以大家呢都要跟他切割 一说我跟他不认识全都躲着的意思 汪精卫那个时候其实是跟蒋介石比呢 汪精卫算国民党里的左派 那那当然后来不是又卖国了吗跟那个日本人合作呀成了那个委政府的这个傀儡了吗 这张永福他就没没找着完了人家也避而不见了别人也不愿意谈 好也就幸亏啊这张永福啊早早就写了一本书 叫南洋与创立民国 所以呢这个王格武这个论文呢就算是在这本书里呢得到了一些帮助 他后来啊呃还受聘到历史系呢做了一个助教 而这时候啊他开始思考自己的论文的提纲了 如果啊要研究近代史的话 那你就得大部分的要依赖着西方啊日本的那些原始资料 可是呢他那时候啊有点心理抵触不太乐意 所以呢他一想啊得了吧 那个我还是研究研究古代史了 因为他老觉得西方和日本有偏见嘛 毕竟他觉得那个那时候帝国主义 因为这个在父亲啊过去啊他受的教育里边全是念读一些古籍呀 还有在南京的时候学了那么一点点的中文的这些东西啊 呃其实他在这些典籍里边是读到过一些早期的关于南海贸易的一些历史的 而他学到这个历史系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老师尤其是帕金斯 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这个研究历史啊 你必须要依靠原始资料 即便就是说呃你没有原始资料啊 你也要对这些古老的数据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验证 你不如能就逮着一个他那是可能是单方面 你就把这段历史就开始来叙述是不行的 这在西方啊很严谨就是你得拿出各种数据啊什么的 而且呢一本数据是不行你还得有佐证 王购武啊是严重的缺乏这方面训练的 完了呢他正好这时候呢也花了些功夫啊去学学人家的那些欧洲的呀日本的呀中国的那些学者 都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原始数据的就是这些什么资料啊什么的啊 通过他们的这种方法确实得到了一些启发 就是你可以从别处找到一些哪怕是孤正吧来证明你在跟这边的这个你要谈论的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他现在研究这个南海的贸易 那么呢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什么去中国做贸易的那些印度人呢 东南亚的商人呢他们都买了些什么货呀 有个清单呢或者是他们都去过这个中国什么地方了呀 这些对他的这个研究都有帮助 通过阅读一些贸易史啊确实让他茅塞动开 他当时读了这个法弦写的那个佛国记 哦结果知道 哦哟哟那时候已经好多好多人啊乘着这个商船 呃去印度啊 斯里兰卡去了 呃一但是啊 这些人啊他的发现啊 这些人去这个印度和斯兰卡 全都是经过这个苏文达拉和这个找到了 在这儿啊 他们都是干嘛呀 要在这儿啊 要待一段时间 得学点这个 因为好多像他这种啊 除了去做生意的呀 去什么的啊 大多数都是僧侣 这些僧侣他们要是取经去的 所以呢 他就都在这个地方啊 先停留下来 学了一阵这个梵文 或者是叫什么 巴黎文 因为你到那儿 人家听不懂你这个 你去取什么经啊 完了这些人呢 怎么怎么着的啊 这个佛国记呢 讲的就是当时他怎么怎么 蹭坐船 从到了印度斯兰卡 又坐船回广州 结果没想到还没到广州 被暴风给吹吹吹吹到青岛去了 在青岛才上的岸 当然像那个什么玄奘啊 还有什么义增啊 这些僧人啊 也都是就是除了玄奘啊 是走陆路 剩下好多都是走海陆 去的这个印度的 嗯 在这里啊 有很多的 比如朝鲜的 越南的僧侣都去过 而且啊 他通过研究这个啊 发现了一下 找了一下数据 人家已经好几百年 在这个海上航行了 虽然不是直接 他们是做贸易的啊 但是证实呢 那时候 呃 在东南亚 还有南中国 这之间的贸易往来 是非常紧密的 就随时你可以搭一船啊 就去了 呃 说明那个时候啊 已经开始有这个交流了 王庚武兴奋的啊 就把自己的想法和他想的提纲 就跟自己的论文导师 帕金森说了 完了呢 说我要用南海贸易做论文 哎 一年时间写完 我先从这个源头啊 找的一个什么资料 一个一个去去 去论证 这导师眼都没眨一下 说你完全可以自己完成 因为什么呢 这个导师啊 他对这个领域是一无所知 所以这个题目啊 很偏 他呢 就完全没法指导他了 因为你本身就没有一个体系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但是呢 这个帕金森鼓励他 而且提醒啊 你无论如何啊 你要早一点 赶在十月份之前 就是那个伦敦那边大学 要开学了呀 你得在这完成 所以八月份的时候啊 王公武终于的把这个论文写完了 可是那时候学校也放假了 所以导师也回去度假去了 结果呢 临走的时候 还给他留话了 说你不用我过目 直接你就把你的论文提交了就行了 因为他偏呢 所以他这个怎么说啊 别人呢 也没法驳斥我估计 只不过可能就是 你提交了以后 人家会觉得你的论文 那么比如你用的方法 或者怎么用的语言 可能人家会挑点刺 剩下的估计都挑不了刺 所以这导师对他极有信心 所以说他但是依然还是交的不算及时 因为八月份他交上去以后啊 他没赶上当年的那个平议会 他那学位等于是五五年才授予他的 但是他那时候已经上文敦了 所以给他的那个学位的时候 他来不了 中国的南海贸易啊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秦始皇 秦始皇那时候打呀 先打的广西南部和越南的北部 等秦军占领了重要港口以后啊 继续右向南 逼到了林义国和詹婆国这个地方 然后呢又沿着西江啊 继续往南下 占领了南越的那个王国 也就是叫南越王国的首都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 把这个珠江三角洲算是控制下来了 但是秦帝国很快就瓦解了嘛 留在这个南方港口的这个将领 就又重新恢复了南越王国 应该说啊 这是第一个 因为鼓励海上贸易 而得以繁荣兴盛的一个政体 或者一个国家 一个世纪以后吧 汉武帝才把这个南越又给征服了 然后呢就控制了跟那个南海啊 印度洋啊 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所有所有的港口 南海贸易这时候啊 继续的扩大 几百年来啊 应该说时兴时衰 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你能看出来啊 在南边的这些港口 对现代的中国经济建设和继续的经济增长 是具有重要意义 或者说是必要条件的 南方沿海啊 各地的这些汉人的增加 也是促使早年南海贸易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因为这个过去啊 没那么多人 这北方不是一战乱吗 这南方的这个 很多的汉人家庭啊 就往南跑 往南跑啊 当然也有于不同的原因啊 那有后来尤其是汉朝灭亡以后吧 还有好多人继续的往南跑 王庚武原来是没有注意到过过去古代啊 什么比如哪个国家的边界 到底到哪到哪了啊 从他现在开始研究这段历史 他才知道 秦朝和汉朝到底扩张到哪了 哦 都已经到了长江里南了 后来不是由于这个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吗 这个汉人更是一批又一批的 往南方跑 而且啊 很快的就跟原住民 也就是越人 越南的越啊 就慢慢的就互相就融合了 同化了 而这个北方来的这些啊 人呢 确实有精英才能 而且跟这个当地的那些 土著族啊 同化了以后 慢慢的也学 因为这边是挨海啊 人家就有航海技能啊 所以就跟这些人都开始学会了航海技能 那么呢 就开始跟这个南中海 南中国海对岸的那些人 开始商业竞争了 这个 南方的中国人 现在就成了东南亚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中国人勤奋呢 弄的那些东南亚的一个个那么的 只要吃饱了我就躺下睡会的 绝对不一样 永远是有饥饿感 危机感 很有意思 王庚武啊 他觉得又研究研究最发现啊 哎呦天哪 我光了解这个还远远不够 因为你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战争啊 宗教啊 迁徙啊 这些历史啊 那所有所有都跟你这个贸易是相关的 尤其是还有各种的什么那些南方的 那些小王国呀 兴起呀什么的 你都要考虑到 从吴东晋到这个元 后来还有什么什么汉宋齐良臣啊 这几个王朝 应该说啊 当时南方各个国家 呃在跟中国贸易和跟 在南海和印度洋这边的贸易啊 应该都起到了巨要重大的作用 那个时候啊 他们那个马来亚大学 其实也收藏了一些 比较对他来说有所帮助的期刊 呃好几个啊 还有什么书啊什么的啊 研究这个 跟东南亚有关的呀 尤其是啊 这个你不能不佩服 就是研究历史里边 日本人是跑在咱们前头了 而且研究的那叫一个戏啊 嗯 当时他就发现有好几个研究 中国跟东南亚的 已经有日本人在研究了 而且啊 王跟武读着读着一看 天哪 我跟人家要在这领域要竞争 我简直就完全没本钱 尤其是这些日本人啊 他们已经懂了当地很多的 就是东南亚当地的语言了 而且你还得知道 人家在那比如说 那个研究历史里 你要看大量的这个文书啊 那你希腊文 拉丁文 梵文 巴黎文 什么波斯文 阿拉伯文 这些你都要懂啊 王跟武一看 短版太多 竞争不过 他只会中英文 法文和那个日文都少得可怜 但是啊 他依然觉得呢 这个论文他写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现在回顾起来啊 当时对他启发最大的 有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叫薄熙的 这个人啊 跟这个还有个冯成军 这两个人当时是合作的 呃都是在 这个刚才那个薄熙啊 是在越南那 呃有一个法国远东学院 著名的汉学家 知识渊博 后来他还写了什么 印度的什么交通史啊 什么的都是他开始写的 当时他是 对他启发的是什么 这人当时正好 在一个学院的学报上 发了一篇论文 讲呢 其实也是说 教广印度的两大考 其实就是已经教 讲到东南亚跟印度 这边的这个交通的 他是搞一直钻研这方面 但是他的那种方法 确实让他受益匪浅 一看啊 人家直接把1200年前的一些 什么资料都拿出来啊 给你一点一点的剖析解读 这样子的学问啊 是王庚武以前没见过的 哪儿懂这个呀 而冯成军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人的学生 他等于是追随着自己的老师 继续往下研究 他翻译了好多的这个 当时打批的这个欧洲 关于中国还有中国周边的这些民族啊 地区啊 很多很多的研究文章 而他自己呢 也写过一本叫 中国南洋交通史 哎呦 王庚武一看我啊 读的那叫一个 觉得自己对自己帮助太大了 也就是根据这个人写的那个南洋交通史 他才能够把自己的那个论文大纲 给弄出来 完了呢 他也是根据人家那个啊 去排列自己的那个阅读的去要读什么方面 比如你得读正史啊 还有石通啊 会药啊 还有司马光的那个资质通鉴啊 你都得去读 当然穿插着啊 你得去读那些玄奘啊 僧侣啊 义静啊 那些去印度取经的那些人的 其实后来他发现了 之所以去印度去做生意 拿着船跑来跑去啊 是因为那时候 中国正在大兴着 喜欢印度盛产的檀香木 佛教需要啊 皇上也需要啊 那你那堆木头拿过来到这来 挣钱啊 尤其那时候你知道 这不怎么洗澡吗 这香料这东西啊 绝对有吸引力 是不是 其实王公武迈进汉学领域啊 他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结合了中国和日本人的这个传统的 再加上后来他的老师教他的那种欧洲方法 应该说汉学啊 可以追溯到耶稣会 那时候16世纪末到18世纪那个做的一些大量的工作 后来是因为福尔泰啊 什么过去只是传教士啊 那写点什么 传记什么的 后来是因为福尔泰啊 什么莱布兹尼兹啊 启蒙 大家才开始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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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对边的中国啊 越来越关注 呃应该说啊 后来是经过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学者 扩大了汉学的研究 一直到20世纪 开始慢慢的把社会科学这些领域 给融合到汉学研究的这个领域 其实在王跟武觉得 王国为这些对中国的汉学研究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国宝逼得自杀了 像什么陈元啊陈延雀啊 都是非常的学者 王跟武那时候因为刚刚入行啊 有看那些人写的著作啊 我都可以说他自己都承认 没看懂 不慎寥寥 只是觉得呢 有看人家的写作能力 这就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从他写的这本回忆录啊 我也能感觉到他的汉文的水平是极低的 他表达能力是极差的 还不如他老婆写的流畅你知道吗 就是 大概真的是就是你没有 经过系统的训练 你也没用那个环境啊 但是你说他老婆也没也同样的环境啊 反正就是你能看出来他表达能力真的很差 王跟武后来还发现啊 在上海那个 晋南大学啊 对东南亚那个领域 已经开始有很多学者 在写东西了 特别是有一些学者 后来还跑到 新加坡去了嘛 因为抗战嘛 什么张立谦啊 摇南啊 这俩人后来不是还在 那个新加坡建了一个南洋学会吗 其实这些人啊 应该说他们的著作 让王跟武呢 写论文写的呢 觉得挺有信心 起码他研究的啊 是秦汉到唐朝和五代十国这一段 可是他自己啊 也知道自己中文底子太弱了 嗯 所以啊 好多啊 真的是应该对他来说 就是简直就像从头学起一样 所以那一年啊 非常的辛苦 当然他也很兴奋 好多次啊 其实他都怀疑 这个能不能准时完成这个论文了 幸运的是啊 他的导师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可造制裁 鼓励他继续的赶紧写完了 到英国好好学学 可是那时候不是因为学费太贵吗 王跟武的父母呢 也担不起 这导师啊 就大力推荐他 去申请那个两年的 英国文化学协会的奖学金 可是他读博士啊 至少得三年呢 你这到第三年的学费怎么办 可是这导师说了 你别管 先到伦敦 到了那儿 总会想到办法的 延长你的奖学金 好